所以剛剛部分的話大概改了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說貼過來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我是把網址這邊 HTML CSV 多一個Active Workbook.save as 把路徑加上去 檔名加上去 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可以 把它存檔完成了 知新看看好了 這邊的話按F8好了 組航 一樣先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這個當然底下的資料 底下資料先清空 然後他重新下載一次 下載之後的話呢 這個應該資料就下載了 有了 把它下載 再來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直接就幫我存檔 存檔就save copy as 存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呢就 已經把檔案 存到裡面來了 OK OK 那可是目前只有看到一個 可是如果今天的我希望看到 是 10月5號到10月30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就需要再變化一下 變化哪個地方 這個 那還有這個 也就是這個地方喔 可能就是 要把它改成01 0.5 到30 那記得 一定要是 兩碼的 你不能是像這樣 5一定要是加一個0 OK OK 一定要是這樣的一個形態喔 如果你給一個5喔 他應該 應該是抓不到這個日期啦 所以他一定要兩碼 那所以的話呢 如果我要變更的話 那需要怎麼改呢 把這個層次再摳到底下 這個來拿這個第1階段喔 來改 第2階段的話就是 把這個地方 改成 一個變數 那變數呢 他會是5到30 所以5到30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他是個連續範圍的話 那你要想到什麼 跑個回圈就好了 for 空一個 i 等於5 到 30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 這個時候i呢 他就會幫我產生什麼 產生5到30 的數字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把5 放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你前面要必須補0 可是補0的話 假設我前面 留一個這樣 比如說留一個0 那如果變成10的話 那變010 那不對啊 所以喔 假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讓他自動格式化 成那個兩碼的話 那怎麼做 我先把這個中間的Wiz 到Wiz 這個到Safe 這一段先拉到 我們的回圈裡面 然後記得把它 按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我在 這個回圈裡面 做執行 那 執行 所以這個地方就重複執行5到30 那最後一個問題說 我要把這個地方 變成 這個05 特別說05到30的話 那我還需要 再增加用一個函數啦 如果要格式化 剛好就兩碼的話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入門 這個 VBA的入門課裡面有提到一個叫format的函數 format的函數就可以格式化成兩碼 所以我把那個i的部分 格式化之後丟給這個d d這個就是我們日的一個變數 這個名稱自己取 然後後面加個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那格式化我就把i給他 逗點 後面跟他講說你幫我把i這個數字 格式化成 兩碼的 這個什麼呢 這個文字 比如說 我把他5的話他變05 6的話就變06 那如果10的話不影響 因為也是兩碼 OK 然後的文字丟到d 那d裡面實際上 經過format之後呢 他就會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d 放到這裡 跟放到這裡就可以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我把d放過來 放的方法 記得是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加個d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控開 這個是一個口訣啦 反正你都會 不太記得說 怎麼樣把變數放 在一個字串裡面 大概就記一下這個口訣 記得 雙引號兩個 像這個也是這樣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 and 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d 就把d這個變數呢 串在中間 那and的前後一定要空白 好 這樣的話基本上 我們就已經寫好什麼 把那個什麼 剛剛 前面只有抓 10月30存檔 現在的話呢如果我今天要 把 10月5號到10月30全部抓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跑個回圈 再把那個i的數字 轉成 一個d的兩碼文字 放到我們的變數 這個字串裡面 OK 試一下 這樣的話呢 再來 第一個 這個名稱改一下 第二段我就把它改成2好了 OK 把它執行 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 i現在等於5的數字 前後沒有算 那formate之後的話呢 d就變什麼 05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說 假如你要做爬蟲的話 你可能 將來他會有個連續的那個 那個王子名稱有沒有 那很多時候呢 都需要 類似用formate做格式化 如果你沒有格式化 像我們需求是要增加一個靈魂 所以 後面其實還有喔 比如說我不是只有抓10月喔 我要抓 1月 到 10月的話 那勢必我們可能就多一個變數叫m 有沒有 那如果年的話呢 再多一個y YMD 有沒有 然後呢 就分別把這三個變數呢 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有沒有 那一整年 看一整年 或者是很多年的資料呢 不就呢 通通都可以把它抓下來了 OK喔 所以這個規則可能自己在想想看吧 我們野心先不要太大 只要能夠把10月份全部抓下來就算厲害了 不過呢雖然可能要跑一段時間 但是呢 跑也不是我們在跑 反正就電腦在跑嘛 有沒有現在是存 10月5號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下載下來了 那把10月5號的資料存檔 有沒有 SaveCopyS 過來了 10月5號的資料 然後依實類推 所以你就讓它全部跑 他就第1個 第2個 第3個 第4個 那如果資料很多啦 他可能就是 會花一點時間 有沒有但是你只會看到那個畫面不斷在變動 資料就一直 幫你自動存檔 有沒有那你可能 沒關係啊如果你要抓的資料很多吧 沒關係啊你就去 看泡個咖啡啦泡個茶啦 然後上 上個洗手間啊 然後回來 資料就OK了 對不對 但是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他每一個下載 每一個存檔 都會有一個時間 OK 然後呢 假設啦 這個可能要跑蠻久的 然後我就把這邊先暫停 如果要停 如果程式喔你要強制讓它停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順便寄一個 組合鍵喔 如果假設啦你跑來跑來跑來 假設說你想要先讓它停下來的話 你可以 按一下那個Ctrl鍵 加那個什麼 加Break Break的話呢是在哪裡呢 Break在鍵盤的 右上角有個叫什麼 有沒有 Pose加 Break 就按住Ctrl鍵 再按Break 那這個按鍵的話呢 它就是意思叫什麼 讓程式 中斷的意思 強制讓它停下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讓它一直跑 可是跑太久了 你希望強迫讓它中斷的話 那你就按個 增錯 這時候它就跑到這邊了 那你可以直接按下 上面的停止鍵 OK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跑完之後 10月5號的資料到底有沒有下來 打開 不過因為是XLSM的關係 所以 它會跳一個要不要啟用聚集要 OK 那你會發現 這裡面就是10月5號的資料 不知道它啟用內了 其他天的話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10月6號 打開 OK OK 那這邊資料就出現 10月6號 沒問題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重點 主要就是說第一個先下載 就是存檔 把第一個先存檔 用的是 ActiveWorkbook 點SafeCopyS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加一個回圈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我再還給各位一下 切一下 到這邊 這裏 算是 稍為 在這裏 坐在路上 說 谢谢观看